最近啊 有太多太多小伙伴找我要这种户外用品了 然后近期呢 咱们来个户外用品专场 因为之前咱们收过天幕还有帐篷 但是没有像这次这么齐全 咱们有这个充气的床 还有四充气的床垫 包括这个户外电源 还有睡袋 包括桌子椅子 整单货呢 是有九种产品 全部都是户外用品 总数量的话大概九千左右 这是清单 近期呢 咱们就陆续的放肉给大家 这批户外用品呢 大概是有两百方的货 正在卸车 全部是直接从工厂拉过来的 闭眼路也减肉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小的减肉 今天呢 咱们就更新一期视频 说一下户外用品专场的第一弹货 这些全部都是啊 首先这期视频呢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户外四栋充气床垫 这个里面是有气泵的 可以无线充电 然后无线使用 市面上一般都是插电使用的 这个就是比较方便了啊 不需要通电 不需要插电 它里面内置这个充电泵了 然后尺寸的话是两个尺寸 一个是40厘米厚 还有一个是25厘米厚 然后这个宽度的话也不一样 一个是1米2 还有一个是1米5 接下来咱们就废话少说 因为这个底下这个库房太乐了 咱们拿到展厅 给大家拆开 然后冲起来 看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 好 咱们在这个户外用品专场的这个展厅呢 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它是两个尺寸 其中这个厚的是两个颜色 松色的 还有蓝色的 然后还有一款的话是比较薄 这个只有蓝色的 反正每个颜色都很好看 功能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尺寸不太一样 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 长度的话全部都是198 大家看一下 然后宽度的话1米2 25 然后这个是198 150 40 这两个尺寸的床垫呢 基本上是配了市面上99%的帐篷 基本上每个帐篷都能用 除非是特别小的那种啊 就是标准的双蓝三蓝的这种床垫 打开以后呢 有一个这个收纳包 方便携带 这个没有充气之前呢 就是很小的一包 全部在里面 大家能信吗 就是这么小小的东西呢 充起来就是这么大 而且素工是非常非常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四栋充气床的细节素工啊 首先它这个面呢 全部都是直隆的 非常亲肤 一看的话就是比较高档 是吧 就算什么都不扑的话 直接躺在上面也是非常舒服 然后很厚 这个是升级加厚的 这边这个盖子打开以后呢 里面就是内置的这个充气泵 可以直接拿出来 这个是可以充电的 然后Type-C的这个充电接口 4000毫安的内置电池 非常方便 然后这一套除了这个充气床 还有这个气泵以外呢 还有一些配件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这个说明书 里面介绍了这个内置的这个气泵的使用方法 它可以充气 然后也可以放弃 同时呢 也是支持一锦微调的 然后里面还有一袋这个修补用的配件 这个是补丁贴 还有补丁胶 咱们在户外嘛 难免会磕磕碰碰 是吧 如果破了的话也可以补一下 包括这个多功能的转换头 因为咱们这个是内置的气泵嘛 然后这个气泵除了用这个充气床以外呢 还可以给其他的物品打气 像气球啊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那种电子什么的充气的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内置的气泵充气 是吧 这个直接一提的话就可以拿出来 官方宣称呢 是充满电 可以打这个充气床呢 充气充个四五次 没有冷问题 这个是四千毫安的电池 然后底下呢 长按的话还是一个露营灯 就是应急的照明灯 一共是三个档位 这个亮度绝对是够用啊 这个功能是比较多 其他的咱们先不说 就单独的一个这种气泵 再加上露营灯的话 所以起码市面上也得百十块 然后咱们呢 这一套才一百多收过来的 它是有三个按键 放气 停止 微调 再加上充气 这个是微调的这个按键 咱们比如说给气球打气什么的 是吧 可以 就是长按中间这个按键 做工是非常好 而且设计的是非常人性的 所以走着这个按键 按一下的话就是放气 因为刚才咱们已经充气了嘛 测试了一下 咱们现在把这个放气 放完气以后 咱们再冲起来 看看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好 现在咱们基本上把这个气呢 放的差不多了 放了三分之二的气 然后重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清单 这个没有对比呢 就是没有伤害 市面上刚才我说了 就是这种内置气泵的这个冲气床呢 是比较少 咱们可以先给它冲上气 然后边冲咱们边讲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清单 因为这个清单呢 是工厂直接提供过来的 就是比较详细 上面这三种呢 全部都是冲气床 它内置锂电池冲气泵 然后充满可放电三到五次 然后可以支撑九百斤 一般市面上插电冲气泵的这个冲气床比较多一些 但私动冲气泵呢 是比较少 基本上市面我刚才查了一下 其他平台大概要三四百块 然后官方呢 依然在售要五百多 咱们呢 是一百多收来的 所以说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避掩入为简附 现在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啊 这个冲气床慢慢的就起来了 是吧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咱们加速快进一下 好 现在这个探险地的冲气床呢 基本上是冲起来了 很厚 很硬 没有任何问题 直接按中间一下 就是散停 咱们是实拍视频啊 亲自测试 这个东西呢 从没有气到充满的话 大概就是五六分钟 岁多了 刚才咱们放掉三分之二的气 然后到充起来 也就用了一分半钟 然后它是支持微调的 就是长按中间这个按键 它就是可以充气 然后松开的话就会自动暂停 可以给其他的这个设备 户外用品需要充气的东西 是吧 充气的话是比较简单 比较方便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咱们先不说这个充气床 就单说这个无线的充气泵 而且是支持应急照明灯 是吧 这个东西呢 就至少也要百十块 最少了啊 然后咱们这个一套呢 是一百多收过来的 大家感觉一下值不值 品牌的话 全部都是探险地 这一批户外用品全部都是这一个品牌 因为咱们是直接从工厂拉过来的 目前官方的一蓝赛售 就是这个厚的充气床呢 是要五百多 然后里面这个帐篷铺的是二十五厘米厚的 就是比较薄一点的 这个呢 是要三百多 咱们呢 这两款全部都是一百多收过来的 然后中间差个二三十块 大家就看一下更喜欢厚一点的 还是薄一点吧 是吧 而且这个不单单是户外能使用 我感觉在家里面 是吧 直接充气 把这个充气床充起来 然后放到客厅里面 家里面有孩子啊 或者是临时来个亲戚朋友什么的 在家里面住 是吧 也可以当个床使用 没有任何理由 一键放弃 一键充气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非常方便 而且这个质量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个全部都是今年的新货 而且是探险地的大品牌 这个工厂只不过是着急变性 所以才会被咱们减肉收回来 是吧 不然的话市面上这种东西一百多的话 肯定是搞不到 这个懂得自然懂啊 咱们就不过得说了 反正可以任意的去查询 这个是可以承重900斤的 再加上这个直隆的面料 是吧 这种加厚的这个设计材质 市面上没有个三四百块 肯定是搞不定的 重点的是还内置着这个无线的充气泵 也可以当个应急的照明灯使用 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香 非常紧肉 只要是大家喜欢去户外露营啊 或者是周末啊 领孩子出去玩 再或者咱们家里面客厅啊 包括卧室 没有个临时床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实用了 好 本期的视频大概就是这样 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关注一下李小鹿见肉 后期有更多更好玩 更便宜东西 我会分享给大家 拜拜 我们下期见